Hello大家好,我是QQ 今天這個影片的話呢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Heptabase這個視覺化軟體筆記 那這個視覺化軟體筆記的好處呢 是它可以幫助我們去產生知識跟知識的視覺化連結 也就是說呢 它可以幫助我們去產生在 知識啊、洞見啊、智慧產生的這個過程 好,首先的話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Heptabase這個軟體 很快速的跟大家去看一下他們的網頁 那我這邊的網頁的話呢 就是給大家看一下他們主要的一些訴求 像是第一個訴求的話呢 就是它是說它可以把所有你的思考啊、創造啊 跟收集都放在同一個地方 你可以藉由這個Heptabase的這個擺滿的地方 去構架成你一個你自己腦中邊的一個空間 那這空間上面的話呢 你每一張卡片都可以視覺化呈現跟做連結 然後呢 如果你想要鑽研某一個卡片裡面的細節的時候 你想要對那個卡片去點兩下 那它就會產生出這個卡片的一些細節的內容 同時呢 另外就是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平常我們如果在思考的話 你可能是在一個筆記本上面去畫畫嘛 可是如果是Heptabase這個軟體的話呢 它有它自己的一個畫布 它有一個自己的白板 那這個白板上面你可以去 任意的去把你曾經創建出來的卡片 就把它放在這個白板上面去做連結 那你可以看它這邊畫面顯示的 你可以把它改顏色啊 各種想像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你的思考整個過程中 還有你關鍵跟關鍵之間連結這個想法呢 全部都用Heptabase這個白板去做實現 那同時另外一個地方就是說 因為我可以把卡片放在特定的位置嘛 那這個東西的話 你可以像是我們的記憶一個方法 我們可以去藉由某一個特定的位置 來去讓我們回想起我們某一個特定的內容 那這個Heptabase的話呢 因為它這樣子層層白板上面的堆疊的話 你就基本上它就可以去模擬出 你大腦的一個思考的一個過程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想跟大家去實際示範 怎麼樣使用Heptabase去做這個筆記 那一剛開始的話呢 其實它這個畫面跟使用的方法 就像上個影片所提到 它跟雙向筆記是非常類似的 我們一開始每一天我們會有一個空白的筆記 那這邊如果我想要創建一個新的筆記 假設我有一個靈感筆記好了 我就可以用F做開頭 然後假設就是這樣子去輸入我的靈感筆記 那這邊我的範例是 我當時在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的靈感就是說 我可以用Heptabase的一層一層的白板結構 來把它當作每一個筆記盒跟卡片盒 那我就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白板結構 來做一個知識入口 那Dia的影片也會實際上去操作一下這個意思是什麼 好那接下來的話 文獻筆記的話呢 我想用瓦記的這個文門 為什麼要讀書 為什麼要工作這個讀後心得來當作示範 假設我現在讀了一篇文章好了 就是瓦記的這篇文章 那一樣我會利用像雙向筆記一樣的範本的範例 去標準化我自己寫文獻筆記的一個過程 那一樣我這邊這個文獻筆記 Literature Note的底下呢 我會把它輸入成我真正這個文章 我想要把它打的內容 然後這個Contents的部分 就是內容的部分的話呢 我則是會參考這個東西 實際上的這個文章的內容 我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複製起來之後把它貼上在這個地方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會根據我底下這個載入的地方 我把它重新讀一遍之後 我把它就是用幾個簡短的文句啊 還有幾個簡短的話呢 用我自己的話就把它寫出來 像是這幾句話就是我可能書中載入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特別想強調的是它 這邊有一個東西就是所謂的工作跟生活的平衡 其實是英文而已的 然後需要跟價值觀去判斷 那同時的話呢 書中還有很多東西去強調說 其實工作啊它的其中一個重點是 你不論你從事的工作是直接或是間接的 其實你的工作內容都是某種程度 為了幫助別人 那這個概念我覺得很好 那我想要把它變成永久筆記 所以我就在那邊把它獨立出來 變成永久筆記 那永久筆記的話呢 我會用1去開頭這樣 然後我這邊keyword的部分 關鍵字的部分 我是用Q去開頭 我可能是就是會用工作為了什麼 這個東西去觸發我去做一些思考 所以總結來說就像之前所提到的卡片和筆記法 它必須把你這個你底下的這個內容去做一個栽錄 然後跟你用你自己的話去把它總結出來 然後呢如果你對其中的內容有想法的話呢 你可以把它變成永久筆記 那我這邊可以用我這個永久筆記做一個更加的示範 就是當我點一下之後呢 它會跳出另外一個側邊的視窗 那我可以點這個小黑點啊 然後把它再把它擴展起來 那這就變成完整的這個筆記 那一樣我這個永久筆記的話呢 我也是用我之前在雙項筆記跟大家所提到的一個範本 我會有一個主要的內容 就是說我為什麼會想要記錄這個永久筆記 然後這個永久筆記 它跟我的一些學習到的觀念 又會有一些什麼樣的連結這樣 然後呢底下的部分的話呢 我可能就會再錄一些文獻筆記部分的一個內容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可能也會從這個永久筆記啊 去思考一下 它跟這個永久筆記相關聯的 之前的永久筆記有什麼內容 那我用的方法就是我在這邊使用 一樣我就是想說去跟另外一個卡片做關聯 然後我會用一樣就是用1 像雙項筆記一樣1的方法去想 那我就可以這樣子去掃過我曾經寫過的永久筆記內容 那我就可以選出一個特定的永久筆記來作為一個範例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會怎麼樣用HepaBase去對影片做筆記 那這邊給大家一個範例是假設好了 假設我現在沒有範本好了 我就會怎麼樣去做筆記 我可能會很快速的去再錄一下這個影片 然後去收錄一下說 誒他這影片哪一個時間點是我想載入的 像這影片的話呢 我就覺得他講講書的人需要的能力的話 我會還蠻認同的 所以我就會邊看這影片就邊做筆記 像是他提到說讀書人 講書人他要具備的五個能力啊 我就把它摘錄起來 然後摘錄起來之後呢 我其中最有感覺的部分是 他提到說同理心的一個概念 就是他提到說同理心是 你可能你知道你做的你講的內容啊 他在別人身上會有什麼樣的作用 或者是你有辦法設身處境去 站在對方的角度想他可能 作為一個人他會關心你這一個影片的內容 或你這一個說書的內容 為什麼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我覺得是還蠻深刻的去闡述同理心的部分 所以我把它作為一個永久筆記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的話是 他有提到一個很特別的觀念 他提到說愛 就是愛是對你可能在講書的話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這樣聽起來是有點懸 可是實際上他講的內容就是說 因為你講書的過程中 你可能會遇到很多挫折 就是每個創作可能都會有遇到類似的挫折 可是只要你有這個信心 你有這個愛 就是相信就是有幾個人 會因為你的這個影片啊 這個內容而做改變的話 那你就會產生出比較大的反脆弱 就是你有辦法去克服中間過 過程遇到的挫折之類的 那我這邊就就用創建一個新的永久筆記 就是用愛來衡量做知識分享這件事情 他的反脆弱性就高很多 也就是說我看這個影片 雖然我沒有任何的一個 其實基本上的一個模板 可是呢我還是可以就是 就藉由這個影片 直接去反映出我想要創作出來的 兩個這個永久筆記 那你看到我點這個永久筆記的時候 然後在HepaBase的這個功能 它會直接去反應 在這個這個Incoming 這個Backlinks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反映出來說 這個永久筆記它是從哪個地方產生出來的 那我再點回來之後 我就可以就是這樣子去對應出來說 我這個永久筆記它是怎麼產生出來的啊 然後它的來源是什麼 所以這個其實的話呢 在HepaBase因為它有很強烈的連結的一些 嗯 方法 所以其實你也不一定一定要造成模板來說 因為我自己也是覺得它這樣子的方法 也是蠻合理也是蠻有效的 好然後那當然它也可以在底下就貼一個 就是這邊一個很醜的說圖 但是它就是一樣我可以只要在這邊我打一個 那我再把這個網址貼上去 它就可以去把一個影片直接在這個軟體上面去做播放這樣 那以上的話呢 就是HepaBase我自己會怎麼樣去使用 產生永久筆記啊 跟產生文獻筆記的方法 好那下個影片的話呢 我會跟大家去實際上去 大家去操作一下我自己怎麼樣把永久筆記做一個產生一個連結 然後產生出像這樣子的一個連結的方法 然後這個我也覺得它是HepaBase最強大的部分 然後當然因為 所以我會希望可以把它再講得更詳細一點 然後呢 可以就是可能影片就會比較長 所以我會留在下個影片講 那如果喜歡的話呢 再麻煩大家幫我訂閱跟追蹤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